小龙女友和绅士之谜 其实她是反派之后 不信 你看她长得像谁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已必渊 加上短篇小说《月女剑》 金庸总共学了15部武侠小说 喜欢看金庸全集的读者会知道 金庸的武侠小说绝不是一座所孤岛 而是一部能够相互串联的长篇巨作 好比射掉三部曲 金庸从南宋末年一直学到了元朝末年 主角郭靖 杨过 张无忌共处一片蓝天之下 晚年的金庸甚至还发行了新修版系列 在她的精心改动之下 新修版的天龙八部 甚至还能和射雕三部曲前呼后应 如此一来 金庸笔下的各个人物都被巧妙地绑定在了一起 原来在新修版里 肖锋自创了降龙十八掌 他通过异地虚逐 将这门绝学传到了射雕时代 射雕时代的红旗公 又将降龙十八掌传给了郭靖 郭靖凭借这门绝学 机身一流高手之列 成了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 金庸还在新修版里学道 钻育成了大理国的宣人帝 在位四十年时间 他将王位传给了段正兴 段正兴又将王位传给了段志兴 段志兴就是射雕时代的男帝 后来他也避避为僧 成了五爵之一的男僧 不过金庸笔下的人物关系 并非都是显而易见 好比神雕侠里的小龙女 他明明拥有倾国倾城之容 金庸却对他的绅士之谜三间其口 其实小龙女的绅士还是有迹可循的 原文学道 这姓龙的女子名字叫做什么 外人自然无从得知 那些邪魔歪道都叫他小龙女 咱们也就这般称呼他吧 十八年前的一天夜里 崇阳宫外突然有因而啼哭之声 宫中弟子出去查看 见包袱中裹着个女人 放在地下 崇阳宫要收养这女人自己不方便 可是出家人慈悲为本 却也不能置之不理 任他死去 众所周知 崇阳宫地处中南山 除了全真教教中在此居住修炼之外 可谓是人际罕之 然而竟有人将阴海丢弃于崇阳宫外 这一点的确十分可疑 通过神雕侠侣的描学 我们知道小龙女的容貌极美 还有一种好似九天玄女下凡的气质 小龙女的肤色粉就白细 加之在暗无天日的古墓生活 因此小龙女的脸色更显苍白 让杨过初见之下 还以为是水晶座的 小龙女的气质也很有辨识度 她冰清玉节又有些冷漠无情 在读者们看来 小龙女似乎没有善恶之分 她自己认为是对的就不会顾及他人的感受 好比在得知杨过种了情花剧毒后 小龙女想都没想就抱走了小国香 事出于此从求千池手中换到绝情丹 此外 小龙女想嫁给公孙侄 以及三番五次离开杨过的举动 都让人意想不到 甚至当小龙女跟着杨过 深入蒙古大营的时候 忽必烈只是出言称赞了杨龙二人 男俊女美天生一对 小龙女就喜上眉梢 暗暗说了一句让人瞠目结舌之语 原文学道 小龙女对蒙古人本无喜增 此时听忽必烈称赞自己与杨过乃是良配 不由的心花怒放 喝了半碗酒后 容色更增娇艳 心想 那些汉人都说我和孤儿成不得亲 这位蒙古王爷却连说妙极 瞧来还是蒙古人见识高呢 看到这里 有没有发觉小龙女酷似另一位女主角 这位女主角和小龙女一样 貌若天仙 太逆神仙 然而二女都是恋爱脑 能干出一些让人大跌眼镜的匪夷所思之事 根据金庸的设定 小龙女的容貌是这样的 魂似孤涉真人 天资灵秀 意气疏高洁 万瑞参思水心脏 不与群方同列 好气轻英 仙才着落 下途难分别 摇台归序 动天方看清诀 无独有偶 在天龙八部里 金庸是这么苗雪 网语焉的 苗孤涉之山 有神人居焉 吉普落冰雪 绰淤若处子 不始无辜 戏风引路 庄子这几句话 拿来形容这位神仙子子 当真再也贴切不过 仔细品味这两段话 会发现小龙女和王语妍 都是孤涉真人 都好似 不是人间烟火一般 有意思的是 王语妍做的事情 也是让人意想不到 那时慕容妇为了光复燕国 不惜竭尽全力 竞选西夏驸马 王语妍明知 富国是表哥 慕容妇的毕生夙愿 但他却一番哭闹之后 选择投井 大难不死之后 王语妍进口段玉 在枯井里抱在了一块 就当王语妍跟着段玉 返回大理的时候 王语妍又突然变卦 他以段玉 找不到不老神书 为由愤然离去 重投表哥慕容妇的怀抱 此时的王语妍 已经知道慕容妇 是自己的杀父杀母之人 他却甘愿嫁给一个仇人 一个疯子 王语妍和慕容妇 结为夫妻之后会如何 正如八天使所说的那样 慕容妇逢人 就说自己是皇帝 若给大宋 朝廷知道了 这可是掉脑袋的死碎 王语妍只能带着慕容妇 隐姓埋名东躲西藏 就连生下来的后代 都不敢以真面目视人 如此一来 始不时和丢弃在重阳宫的 小龙女不谋而合 加之小龙女姓龙 而慕容妇自称皇帝 这一点也是极其吻合的